也要关注一下是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在接受我们的独家访问时表示 在过去一年政府各部门齐心工作也相信工作的成果将会慢慢的被公众看到 在谈到香港法治的优势 他也强调外界重视香港普通法制度而香港法院水平获得国际认可 本届香港特区政府上任即将满一年 去年由立法国议员换跑道加入政府 成为香港回归后首位律政司副司长的张国军 接受凤凰卫视独家专访时探言 加入政府后深切体会到每一项政策由制定到推出 整个过程的复杂和不易 你作为一个政策其实背后那个考量是非常之多 有些东西未必是单单我们特区政府自己在特区里面改改自己某一条法例做得到 有些可能还需要国家的政策的支持 甚至有些可能要国家他可能都要修改法律 或者作出司法解释才能够处理这些事情 过去一年张国军曾多次参与并带队出席由本届政府首创的立法会前厅交流会 加强与议员们的交流互动 行政司法关系空前和谐 多项有利于经济民生的政策措施得以顺利退出 本届政府的务实团结高效都令张国军感到鼓舞 在行政长官鞭策和鼓励之下 其实感觉到一个团队我觉得大家是一条心去做事 很多时候就算不是跟自己局直接关系的工作 其实在开会里面其他问责团队的成员会提点来的 整体来说是非常之有动力 还有可以这么说是大家是非常之有团队精神的工作 所以在未来来的工作里面 我自己有信心是开始慢慢大家会见到成果 自全面通关香港社会赴偿后 张国军跟其他官员一样平放外访 向当地商界司法组织成员等介绍香港最新法治情况和优势 向他们推介香港法治尤其是国安法之后 你觉得他们现在的态度是怎样 有没有真真正正通过你的推介之后 他们对香港法治有所改观 撇除了之前的那些人像呢 在跟他们接触坦白说 是没有人是表达对我们特区 在国安法实施之后的担心忧虑是否没有自由 他们很重视就是我们香港原有的普通法治法制度 这个制度他们很熟悉 因为香港很多年 而这个制度也都是国际推送 香港的一些法院判出来的案例 不单止是对香港的法院有约束力 在过去我们都见到 就算在其他普通法的司法管制区 都有引用我们香港的这些法院的案例 证明我们法院的水平是非常之高 然后法官也得到全世界的认识 推进大湾区法律交流和协作是律政司副司长的一个重要工作范畴 由张国军担任主席的律政司大湾区专责小组 目前已举行第二次会议 他认为未来首先要构建一个大湾区法律资讯平台 提供一站式服务 之后还需搭建政府跟政府之间的平台 便利湾区城市之间的司法协助和法律衔接 复合卫视金小飞香港报道